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真的是你》 第64-67集 同一时空的陆毅与金夏 陆毅与金夏短暂的相拥 美好又心酸,金夏探案 终于到了金夏和杨月的住处 邱莹再三表示感谢 陆毅趁邱莹不注意 轻轻握了握金夏的手 金夏不动声色地甩开 与杨月走进了单元门 杨月冲完早出来 见金夏坐在沙发上 双手托着两腮 不知在想什么 抬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夏爷,想什么呢?大羊 我觉得那个劫持秋莹的高顶 像秋莹要的是那种东西 金夏忽闪着星眸 我也觉得是 遇到这种事通常都会报警 可秋莹说她爸爸不让报警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杨月也坐下来分析 这是一方面 还有高顶向秋莹 要什么精华自抛 我刚刚查了一下 这东西是一种护肤品 她看上去挺粗利的 要这种东西做什么 金夏停了一下 就算是她给女朋友要 这也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 用得着劫持吗? 而秋莹说她没有 高顶说她是干这行的 这就是说秋莹是做化妆品一类的生意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金夏看向杨月 你的意思是挂羊头卖狗肉 杨月点点头 还真有可能 那我们应该查查秋莹 对 关键是不知道上面知不知道 这精华自抛的事 所以 一定要加一万个小心 别把鹿卷进去 杨月谨慎地看着金夏 我明白 金夏点点头 还有那个仇子 他还在 他跟他们是一伙的 奇怪 陆是怎么让仇子相信自己的呢 希望仇子不会对陆不利 杨月若有所思地说 他总是有办法 是 说到陆一 金夏心里一颤 演示着 站起身向卫生间走去 我要洗澡了 你快与上官姐姐视频吧 一会儿姐姐该睡觉了 走进卫生间 看看半小时前 被陆一握过的手 金夏眼前又浮现出 陆一安慰蚯蚓的画面 不禁摇摇头 他知道 那是他在做戏 可是那场面 却让他非常不舒服 他迅速地打开花洒 淋浴的水和眼泪一起流下来 水可以冲掉一切 心却不能忘记一切 等到他回锦衣 等到他任务结束 是不是一切可以重新开始 金夏洗完澡出来时 客厅的只剩下了小夜灯 杨月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 金夏也回到自己的房间 站在窗前 看外面夜色深沉 这一刻的他在做什么呢 有没有思念他这个 叫金夏的女孩呢 同一片夜空同样的思念 仿佛心有灵犀 陆一也站在窗前 墨兰的四周拳是无边的伤感 他的心在刺痛 金夏看见他安慰别的女孩 一定很伤心 他握他的手时就能感觉到 他的手凉凉的 陆一把手机举到眼前又放下 轻叹一声 是啊 连给他打个电话都不能够 他现在也在执行任务 肯定也不用原来的号码 可即使是他没来善男的时候 他也不敢打 因为那样 不仅他会暴露 还会连累到他 怎样才能跟他说句话呢 至少跟他说自己不是他看到的那样子 可是说分手的那个人是他 他的初衷就是为了他的安全 就是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 应该放下 至少现在应该放下 不然大家都危险 陆一在口里自语着 闭上眼 太难了 太难了 忽然电话铃声响起 是秋莹的视频电话 陆一好一会儿才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缓缓接起来 你在干嘛 怎么这么久才接 镜头里 秋莹穿着银灰色的细带睡裙 笑眯眯地看着他 睡着了 陆一简短地回答 声音暗哑得 真的像刚被吵醒 你连衣服都没换 就睡觉啊 怎么这么邋遢 快去洗澡 再睡 秋莹娇称地数落着 嗯 你先睡吧 晚安 陆一疲惫地打了一个哈欠 晚安 想打电话的不能打 不想接的电话 又不能不接 陆一咬着牙 重重地把手机抛了出去 咣当咣当 手机在地板上翻了好几个个 躺在了两米远的酒柜旁边 好像受到了启发 陆一几步 走到酒柜旁边 看也没看 拿出一瓶红酒 毫无章法地一通操作 弄开瓶塞后 咕咚咕咚大口喝了下去 再有几个月就三年了 他压抑了也快三年了 他一直想喝个痛快 却一直不敢他怕误事 现在 还是不能啊 他把酒瓶放下 坚持 坚持吧 不能喝多 不能喝多 陆一一边自说自话 一边把酒都投交了下来 然后抱住头一屁股坐在地板上 陆一在地板上躺了一夜 他不想动 也不想睡 直到天亮球子给他打来电话 他才翻身坐起 十三哥 因为我 你又挨老板客 真是对不住 球子在电话里局促地说 我也不知道咋整的 怎么就被雷子知道 给劫了呢 我都不知道 哪里出的错 事已至辞 说什么也没用 下次多长几个心眼 陆一回道 下次 哎 下次就该没命了 球子顿了一下 十三哥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听你的声音怪怪的 嗨嗨 陆一清了清嗓子 没事 就是没睡好 你老是睡不好 这次是因为我吧 哎 球子抱歉地说 跟你没关系 你不用多想 你正常该干嘛干嘛 我也收拾一下该上班了 陆一刚一坐到办公室 秋莹就走了进来 你今天这么早 不睡懒觉了 陆一问道 人家有事吗 秋莹坐到陆一对面 十三哥 我爸不是 一直想找个人跟着我吗 你猜我想到了谁 谁 陆一嘴上问着 心里却咯噔一下 不会是惊吓吧 就是昨晚就我的下下啊 她是女生 还有些身手 总比一个大男人天天 跟着我好吧 这样你不是更放心 可是 人家同意吗 陆一问道 我可以给她双倍的薪资 秋莹伸出两个手指 我记得昨天她说 只是在咖啡店实习几个月 而且 人家老家也不在这 能在这待多久啊 陆一真的不希望 静下来这里 这里是一个狼窝 已经折损了阿德 不要再让其他人涉足 她一个人在这里 摸爬滚打就可以了 不是是 怎么知道 我现在就给她电话 太早了 咖啡店还没上班呢 哦 昨晚怎么忘了 要她的手机号 秋莹笑笑 那我先去跟爸爸说 爸爸一定会答应 只一会儿功夫 秋莹就返回来 我爸答应了 夏夏也答应了 你找到她的电话了 这还不容易 我直接找咖啡店的店 要的夏夏电话 秋莹眉飞色舞地说 夏夏真的很爽快 不过 她还不想丢弃咖啡店的活 她的意思是 只要我出门 她就陪我 嗯 也行 陆一随口附和 她知道 以惊吓的性格 不可能不答应 她肯定是想 从秋莹身上查到什么 不是她不想查 只是她觉得 拿下秋老板一切 便都迎刃而解 再有就是 她也不想跟秋莹走得太近 一是真的不想 二是更容易引起 秋老板的戒备与怀疑 什么也行 这多好啊 秋莹笑咪咪地说 今晚我请夏夏和小月 你一定要陪我去 好 路易点头 心里却叫苦不迭 既想又不想 想看到今夏 又不想让今夏看见 她与秋莹坐在一起 今夏翻来覆去睡不着 忽然想起 如果找到高顶 也能知道 那个精华刺泡到底是什么 于是立即爬起来 画出高顶的头像 杨月早晨起来 准备叫今夏一起晨跑时 见今夏房的门虚掩着 里面还亮着灯 她轻轻敲了敲门 今夏 起来晨跑了 哼 今夏硬着 大杨 你先进来 咦 高顶 杨月推门进去 一眼看见桌上的画像 你一宿没睡 我睡不着 突然想到秋莹不报案 我们可以将高顶的画像 传给那个神秘领导的号码 找到高顶能知道很多事情 那你一宿没睡 画这个来着 想到这层 就睡不着了 今夏点点头 用笔记本做 怕留下痕迹惹麻烦 就用手画 画画改改才弄好 你觉得像吗 很像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要是我画 估计达不到这么高的相似度 杨月边称赞边看看有些疲惫的今夏 你别跑了 睡会儿吧 嗯 那你回来叫我 我弄好早餐叫你 今夏是被秋莹的电话叫醒的 对于秋莹的提议 今夏不能自己做主 她给那个神秘领导的号码发了信息 没想到秒回而且结果是同意 所以她回复秋莹也很爽快 接着今夏又把画好的高顶的头像也传了过去 并且说明情况 那边的回复是信息很重要 傍晚 秋莹订好了餐厅 给今夏发了位置 并说十三哥跟她一起去 让今夏不用去接她 其实今夏这一天都在思考 如何更坦然地面对陆毅 因为在秋莹身边工作 必然与陆毅的接触会多起来 自己一定要沉得住气 不能让人看出什么端倪 否则前功尽弃不说 她和陆毅包括大洋 都可能性命不保 所以此刻走进餐厅的今夏 笑容可居 一派浪漫甜染 她穿着陆毅快递来的那套裙子 长袖白涕打底 天青色交叉领马甲 和同色系长裙 白色的运动鞋 几乎没怎么化妆的脸 整个人如绽放在幽湖中的清廉 淡淡清爽 又蕴藏一缕射入心魄的妩媚 引得餐厅里的男人 纷纷对她侧目 陆毅只看一眼 便垂下了头 她怕自己再看下去 眼神会露出马脚 她是陪秋莹逛街时 无意中看到这身衣裙的 当时她就觉得特别适合金夏 想象着她 穿上一定非常动人 她想了好几天 终于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让咖啡店里 跟她联系的 化名媚媚或小丛的警官 帮忙寄出去 可是 这个办法还没开始实施 金夏就出现在了咖啡店 而且 这次是名正言顺 利用工作来完成自己的心意 也是媚媚和小丛 最后一次传递信息 然后他们就会返回山东 继续远来的工作 秋莹穿着名贵的礼服裙走在前面 黑色的丝绒包裹着丰满的上身 墨绿色的公主裙和银色的高跟鞋 衬着她的腿有几分修长 微卷的头发做了造型 更显得时尚与性感 她看着那些男人投来的目光 洋洋下河 晚上路易的胳膊 那些男人的眼睛真讨厌 一会儿到包房里就好了 路易笑笑 不得不配合着丘莹说 杨月忍着笑 走到今夏的外侧 低声对今夏说 让你穿这套衣裙对了吧 不然 跟着餐厅都不匹配 哼 那又怎样 今夏不以为然 心想 不是有人请 夏爷还不来呢 说话间 几个人进了一间包房 落座后 丘莹就笑眯眯地看着杨月 羡慕地说 小月想不到 你这么会给女孩子买衣服 夏夏的衣服是你买的吧 我刚刚听见你说的话了 哦 不 杨月支吾着 惊吓在桌下面踢了踢她 杨月立即仗红了脸 哦 随 随便买的 哼 都比你强 蚯蚓转头娇撑地看向路易 就你不会给女孩子买衣服 每次问你 只会说好看好看 不会给一点建议 嗯 我确实不太懂 路易尴尬地笑笑 不懂学啊 秋莹嘟起红唇 也怪我爸 总是给你安排那么多事 爱莹 不是秋叔给我安排的事多 事我必须要做 我不做谁来做 路易拿起菜谱递给秋莹 不说这些 今天主要是吃饭 来来 你点菜吧 夏夏 小月你们喜欢吃什么 我主要是想感谢你们 你们点 秋莹要把菜谱递到金夏手上 吃什么都行 我都喜欢 金夏笑笑 莹小姐点就好 对 您点就行 杨月复贺 好 那就来一个三七七锅鸡 三四干霸君 一箱锅仔 秋莹一口气点了十个菜 还要继续 杨月阻止到 莹小姐 够了够了 我们一共就四个人 太多了 十三个 还有补充吗 秋莹又看向路易 嗯 加一份鲜花饼吧 路易不动声色地说 这里是现烤出来的 比快递回去的好吃 对 这个是女孩子的最爱 只是我怕胖 不敢多吃 秋莹笑笑 看向路易 不爱吃甜食的你 好像唯独对这个鲜花饼 情有独钟 路易笑笑点头 惊吓微微一愣 她还记得路易第一次去扇男人 还没回来 就给她邮寄了好多零食 其中就有好多鲜花饼 好 那我去后厨 看着他们 多放些玫瑰花酱 听见秋莹要去后厨 今夏先站起身 我跟你一起过去 不用 这是我的工作啊 这里不用 下下 你不用那么紧张 莹小姐 我跟你一起过去吧 我喜欢做美食 我看看学会了 就可以自己做 随时吃上 杨月心想着上关西 吃她做的鲜花饼的模样 也站起身 看不出来 你还有这个本事 这个可以有 秋莹回看今夏 小月跟我去 这回你放心了吧 今夏还要坚持 秋莹与杨月 已经走出了房门 今夏这才意识到 杨月是故意离开 现在包房里 只剩下她和路易 今夏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低着头说 我去烫洗手间 陆毅好像预知她会离开 一个剑步挡住了房门 仰头示意 包房里有洗手间 哦 今夏眼神看过去 还没迈步 就被陆毅斩臂 搂入怀中 不由芬说 吻上她的软唇 今夏挣扎了一下 没有挣脱 眼泪瞬间滑了下来 感受到她的泪 陆毅放轻了动作 今夏微微喘息 我 我们 已经分手了 不分了 不分了 陆毅紧了紧手臂 又落下自己的唇 这回 她夫人吻温柔的 如绵蜜芬芳的花瓣 你 你 不要命了 今夏还有一丝理智 推着陆毅的胸膛 放开 我 陆毅长于一口气 近三年的思念 让她不能放过这 唯一一次 不可能被怀疑的机会 但是今夏的举动和话语 瞬间又将她拉回现实 她快速镇定下来 今夏趁机溜进洗手间 并将门反锁 她的心还在砰砰跳 刚刚如果自己不及时制止陆毅 后面真的很容易被蚯蚓治一些什么 陆毅看着今夏将自己关进洗手间 知道自己有点过于冲动 她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唇走到窗前 此刻她倒是希望暴风雨快些来吧 这样就可以快些结束 她已经快经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了 今夏打开水龙头 让冷水冷却自己的心 然后对着镜子 以手当书整理被陆毅弄乱的头发 用纸巾擦干眼泪 又平静了好一会儿 直到觉得自己与刚来时无异 今夏才走出洗手间 看得出来 这顿饭吃得最开心的就是蚯蚓 她一直在介绍桌上的美食 最不开心的是陆毅 尽管蚓极力推荐 她也只是点到为止 蚓蚓皱着画得精致的眉 问她 怎么这些不合你胃口啊 都好吃 但我不饿 每次和你吃饭 都是不饿 那你什么时候饿 下次饿的时候告诉你 蚓小姐 谁会饿着自己啊 不饿就不吃呗 今夏富尔低声对蚓说 小月不吃 我从来不问 又不是三岁小孩 成年人还不知道自己饿不饿 今夏的声音不大 但是路易尔立即好 听得清清楚楚 她知道这是今夏 在变相告诉她要好好吃饭 她面上若无其事 但是当鲜花饼上来的时候 她可是吃了好几个 蚯蚓健壮 又要服务员打包了两盒 今夏陪伴蚯蚓的工作 是早上十点到蚯蚓家的别墅 然后开着蚯蚓的宝马 将蚯蚓送到工作的地方 位于恒星大厦的 善男极彩化妆品公司 再回到咖啡店上班 晚上六点再去接蚯蚓下班 如果蚯蚓有其他安排 是情况决定 要不要今夏跟随 五天过去 今夏知道了 蚯蚓的化妆品不坐线下 只做网络销售 但是有一个负责发货 叫莫兰的中年女子 经常开车去给一些老客户送货 而且莫兰送的货 与快递发出去的货 包装不一样 发快递的货 都是粉白色相间的包装 莫兰亲自送的货 都是紫色包装 而商品名称 都写着极彩精华次抛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今夏不禁画了一个问号 第六天早上 今夏送蚯蚓到办公室后 蚯蚓笑咪咪的说 晚上不用接我 十三哥下午回来 我要跟她去参加一个宴会 哦 我说这几天没看到十三哥呢 去泰国联系客户 哎 丘莹轻轻叹口气 我爸呀 大事小事都找她 不说这个了 脑 这个送给你 丘莹拿出一个粉白 相间的手提袋 你来的时间不长 还没用过这个精华次抛 试一试 前段时间是没货 要不早给你了 谢谢 莹小姐 今夏表现得很兴奋 我说呢 我在网上下了两单 一直显示无货 有我在 这个不用买 回去赶紧退掉 那我把这个退了 紫色那个不退了 今夏依旧笑着 看似无心地回答着 紫色那个更不会有货 那个是试验阶段的产品 还没正式上市 放在网上 就是让人觉得 我们产品多而已 丘莹解释说 哦 今夏笑着下了车 谢谢莹小姐 祝你晚上玩得愉快 秋莹的话 更让今夏沉思 自己明明看见 莫兰拿着那种包装的精华次 抛开车离开 而且不是一次二次 莫的今夏心底一紧 高顶会不会就是要的那种紫色的精华次抛 他们是不是把地品做成了护肤品的样子和名字 今夏想到这儿 加快了回咖啡店的脚步 他觉得路易刚刚从泰国回来 应该会带来什么消息 果然下午两点多 路易来了 依旧是要两杯卡布奇诺 一杯喝一杯打包 依旧是要四颗方糖 今夏依旧是在收拾路易用的桌面时 迅速拿走了写字的方糖包装纸 这次今夏没有等到下班 直接在卫生间打开了方糖包装纸 上面写着五万零二百三十三 通过上次的经验 今夏认为应该是五月二日 有什么事发生 可到底是什么事呢 也许到时候路易会再次传递信息 现在要做的是将这串数字发出去 晚上下班 今夏跟杨月说出了自己的所有疑问 杨月沉思片刻 我们应该跟踪墨兰 而且应该向上面汇报 今晚咱们先去恒星大厦碰碰运气 有道理 两个人商量好 扫码两辆共享电动车 直奔恒星大厦 守在路边的地库出口 七点多 一辆白色丰田开了出来 今夏给杨月使了一个眼色 墨兰 他认识你 我去比较稳妥 说完 杨月已经追了出去 一个小时后 杨月给今夏发了一个位置 让今夏速来 按照杨月发的位置 今夏一路导航 来到了一个叫紫禁街的地方 杨月从街星公园跳出来 今夏看看手表 我只齐了二十多分钟 你怎么这么久才给我发位置 墨兰从恒星大厦出来 并没有直接来这里 而是先去了秋莹家 杨月说道 这么说 那东西是从秋莹家拿出来的 应该是 墨兰把车开进秋莹家的院子 出来得很快 就几分钟 杨月回想着 但是到这里 我看得很轻 是一个紫色的手提袋 这么说 秋莹家里有一个仓库 惊吓歪着头思索着 我这几天去接他 没发现哪里像仓库啊 不过 他们家房子和花园那么大 有一间屋子当仓库也不奇怪 我觉得路应该知道 杨月回答说 嗯 他应该知道 今夏很认同杨月的说法 走 去看看墨兰的东西 送去哪了 就前面那家紫金茶庄 杨月边说边向前走 今夏东看西看 觉得这地方有点眼熟 又一时想不起来 已经看见紫金茶庄的匾额 见里面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画着浓艳的妆 穿着露背裙 在门口站了一站 又反身进去 就是她从墨兰手里接的货 杨月低声说 而且她现在的样子 跟刚才出来的时候不大一样 刚才看着 萎靡 这会儿被惊神 说话间 女孩披了一件外套走了出来 你进茶庄看看 我跟着她 今夏低声跟杨月说 女孩从紫金街出来 过了一个路口 拐进一条小巷 今夏的记忆 瞬间被唤醒 那个雨后的夜晚 阿德就是在这条小巷被刺死的 那条紫金街 就是她和杨月商量 打车去老街地走过的第一个路口 六十七 今夏遇险 今夏猝着眉 看见女孩进了一家 名叫夜妹的酒吧 想了想今夏也跟了进去 她刚一进去 还没看清那个女孩在哪儿 就被一个花壁男和一个光头男 一左一右劫持逼坐下来 小妹妹 第一次来吧 想喝什么 跟哥哥说 花壁男一张口 酒气直扑过来 今夏左右看看 浑身的不自在 她是真没来过这个地方 镇定了一下说 我约了朋友 你 你们 你看 你吓着小妹妹了吧 光头男 光头男好像知道今夏在撒谎 根本不等今夏说完 你朋友也一定是一个跟你一样可爱的小妹妹吧 来 光头男对服务生打个一个响指 两杯威士忌 一杯羊枝甘露 转头又对今夏说 小妹妹先喝杯果汁润润喉 此时今夏已经无心在找那个女孩 只想尽快脱身 她刚要站起 花壁男一把 按住了她的肩头 要什么 哥哥给你拿 今夏强忍着花壁男呼出的酒气 尽量放缓声音说 两位大哥的心意领了 但我真约了朋友 不给哥哥面子 光头男说着 手就要放到今夏的大腿上 今夏立即把腿叠放到另一条腿上 装什么装 人都到这儿来了 还当自己是个厨 光头男的 眼神冷立起来 继而又邪魅的一笑 不过 看样子 说不定 你还真是一个例外 大哥 好眼力 今晚 咱哥俩有福了 花壁男说着手 搭在今夏的肩膀上 开个假 哥哥有钱 等你的朋友来了 一起开架也成 今夏已经忍无可忍 正想抬脚 踹向花壁男 却发现了 坐在角落里的那个女孩 把一个东西塞到了旁边男人的手里 然后今夏看到男人的背影 养伯喝了什么东西 小妹妹 看什么呢 花壁男顺着今夏的眼神看去 看到的是 却男人亲那个女孩的背影 哈哈 这个好办 来 给哥哥亲一下 花壁男喷着满嘴酒气 凑到今夏跟前 今夏头一片 身子一闪 花壁男扑了个空 差点跌倒 给脸不要 是不 花壁男站起身 抬起手臂 扇向今夏 今夏毫不示弱 一把抓住花壁男的胳膊 嘿 有两下子啊 花壁男话音没落 光头男的魔掌 又伸向今夏的先腰 今夏要不是顾忌穿着裙子 他能一脚踢在光头男的小腹上 而此时 服务生跑过来 却拉住今夏的另一只手 有事好好说 有事好好说 这明显就是拉偏架 困住今夏的双手 好让那个光头得逞 今夏猛地踢了一脚光头男的小腿 光头男根本没躲 以前也不是没有女孩踢过他 跟脑痒痒差不多 这回镜向后倒退了几步 小腿上还传来剧痛 不禁皱起眉头 眯着眼睛 他妈的还挺有劲儿 花壁男乘机用另一只手 去摸今夏的脸 今夏一低头 花壁男又扑空 惹得服务生轻笑 觉得自己好像白帮忙了 这两位大哥没占到什么便宜 光头男站稳后 捏斜着今夏 还是个虎妞 老子他妈的 话没说完 今夏已经挣脱了 花壁男和服务生的牵制 一脚踢翻椅子 向门口跑去 后面花壁男 光头男和服务生 一起对门口的服务生大喊 给我拦住 别让他跑了 门口的服务生伸出胳膊 今夏一个巴掌劈下来 人就冲了出去 后面紧跟的光头男 一把拽住今夏 往哪儿跑 今天他妈的 不把你绊了 哥就不混了 今夏拿出手机 奔出来的花壁男 一脚踢飞 住手 突然一个男人的声音在今夏的头顶响起来 球哥 花壁男和光头男 包括服务生 一起回头 今夏听见球哥 心里一惊 他跟他们是一伙的 这下完了 今夏慢慢转过头 更加不安起来 他不但看见了球哥 还看见路易阴沉着脸 坐在道边的车子里 完了 全完了 此刻 今夏想的是不是自己的安危 而是是不是暴露了 会不会牵扯到路易和杨月 这是我朋友 你们干什么 球哥不音不扬地问 球 球哥 您朋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光头男立即松开了 拉扯今夏的手 他就说等朋友 原来等的是球哥呀 误会 误会 花壁男给光头使一个颜色 球哥 进去喝一杯 球哥 一起喝一杯 光头连忙附和 没空 球哥看了一眼 今夏 夏小姐 上车 今夏有一瞬的犹豫 不知道这个球哥 到底是什么目的 但是现在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捡起地上的手机 硬着头皮上了车